什么是路 路是希望 踏上前行的脚步有了方向 路让理想通向远方 现在中国人脚下 是一条了不起的路 是一条通向梦想的必有之路 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 今日前所未有 风险挑战也超乎想象 任它风高浪迹 中国始终从容坚定 顶风前行的巨轮 有着不洁的动力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 我们应变局 抗议节 都贫困 全世界看到 奇迹在中华大地不断上演 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 集中统一领导 我们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 重大风险挑战 克服无数艰难险阻 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 中国人深知 走自己的路 才能将发展进步的命运 掌握在自己手中 走自己的路 我们完成了一系列 前无古人的壮举 组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 必须毫不动摇地走下去 新时代中国的一切成就 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 时代洪流中 我们有不忘来路的坚韧跋涉 更有万众异性的团结奋进 携手通往 希望就在前方 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信心相应 与人民同甘共苦 与人民团结奋斗 里面是行动的先导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深刻重塑着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 看脚下 我们正在把握主动 看远方 我们必将赢得未来 我们要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 努力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地发展 非凡事业 需要非凡担当 坚持自我革命 全面从严治党 这是百年大党 立志千秋伟业 而做出的战略抉择 这一条路 确保我们党 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 历史进程中 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 新的征程上 我们要牢记 打铁 必须自身硬的道理 增强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决 五个必由之路 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又一次丰富和发展 为我们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指明了方向 山再高 往上攀 总能登顶 路在长 走下去 定能到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